这是我们那个椰蛋限定商品 动作俐落 眼神专注 25岁的面包师傅朱博焱 进进出出忙着准备椰蛋商品 年纪轻轻的他本事可不小 每天要制作上千个面包外 还得参与新品研发 但压力使人成长 也让他在今年的烘焙王面包大赛 展露头角 本身比较年轻 然后体力上可能比较好 就是不断地去练习 弥补经验的不足这样 然后我会要求每一个面包 都达到一样的品质 就是要不断地去练习 克服这个问题这样 因为爱吃面包又有妈妈的支持 让朱博焱一毕业 就进入连锁面包店工作 而且一做就是七年 现在又以最年轻之姿 从国内外80多组职业好手中 脱颖而出夺下烘焙王继君 但他把功劳都归于主管和公司 烘焙会每一个月 或者一两个月 就会研发一个新品 就是激发我们师傅的 本身的创意 他们有很多的天马行空的创意 然后我们比较资深的一些 的师傅来说 也会将我们一些不尝试的技术 然后分享给这些年轻的师傅 年轻人的创意 加上前辈的指导与鼓励 让朱博焱成为备受瞩目的 烘焙新秀 现在更是店内明星招牌 而他也把得奖作品 重新改良上市 要让消费者也有机会 亲自品尝 记者胡志欣 林信线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